姐妹们,你们要的馄饨皮教程来咯 前几天出了一期四方馄饨的做法 有很多姐姐阿姨跟着做了 说比外面买的都好吃 但是呢,想学习馄饨皮的做法 今天我就详详细细的给大家分享一下 首先咱们做面食呀,还真的有个厨房秤 也不贵,用着就是方便 咱们先称250克的面粉 来上两克盐,增加面的筋性 10克土豆淀粉 它可以使煮熟的馄饨更加透亮 120克冷水 千万不要用温水 温水和面,皮容易干裂 用筷子先把面粉和水充分的搅拌融合 然后下手揉 这个面团的含水量小,会很硬 刚开始揉呢,会有点费劲 这时候咱不要着急 先给它盖上盖子,让它醒个10分钟 10分钟后再看一下 它就很轻松的能揉光滑了 揉光滑以后呀,给它套个保鲜膜 继续醒面半小时 只有把面揉光,醒到位 待会咱们才好操作 按板上撒一把土豆淀粉 醒好的面团给它取出来 先用擀面杖,从中间往外擀 转圈的擀,擀成一个饼状 然后从一头给它卷起来 尽量卷得紧实点 你就像我这样给它擀 双手用力要均匀 越擀吧,这个面片就越大 再来一点土豆淀粉 给它展开 摸摸,感觉哪里厚 就单独给它擀一擀 这样基本就差不多了 然后给它卷起来 咱就可以开切了啊 看一下,擀好的馄饨皮是可以透字的 用它做个烧麦,擀面条,包饺子也能行 其实吧,咱自己做也没有多麻烦 然后擀刀切成自己喜欢的大小就可以了 看看,非常的柔软,一点也不粘 想吃馄饨,你就按这个方法来就行